前台南市金發局長 陳凱琳涉嫌收匯 接受性招待 去年12月遭到搜索 后续被羁押 今年4月检方起诉 台南地院审理 三个多月火速结案 一审依五大罪名判处她 八年徒刑 就陈姓被告的部分 定因执行刑 并依法宣告持夺公权 陳凱琳从2020年起 担任台南金发局长 对于七股工业区开发案 有规划以及决策权 她便一起向黄信 营建工程业者宣称 可利用职权协助将工程 转包给对方承揽 并伸手要签 前后供所汇一百八十万元 更要求性招待 喝花酒等不正当利益 就收受现金的部分 示范了公务员利用植物项 机会诈取财务罪 接受酒店营业 还有性招待的部分 示范诈欺得利罪 那因为他是公务员 就必须依法加重其刑 但不罚手段不止如此 陈凯玲以购物机会 伙同建商和代销公司 需为登载买屋的诈金 借此来向银行抽贷 并隐匿犯罪所得 陈凯玲在台南地院审理期间 当庭认罪并早遭犯罪 所得一百八十万元 而这次律师有当庭申请交保 审判长请他再重新递状 对于司法判决 是否也作出回应 陈凯玲身为局处首长期间 却贪图不法利益 做了最坏示范 如今一审判决出炉 全案还可上诉 华视新闻刘恒生 小心检玉林SNG小组 台南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